張曉峯網右臂 在最右手邊 張曉峯網右臂 我們看到的是 在最終演示當中 今天代表高部長 來為我們這個 有師們的這個 四季已戰的一個 精彩的劇集 做一個對外界正式的公布 有這麼多優秀的演員 尤其是我看到扣视讯 我敢叫了扣大哥 又把他给叫到了 应该是我们的扣小生 还有我们的好多资深的演员 以及我们很多年轻英俊的这些演员 他们的精神跟装扮 还有仪态 都是代表了我们应勇的国军的表率 所以我相信在这么坚强的 这个战略公司 由总经理率理之下的这个阵容 一定会把这出戏排得非常的精彩 而且也突然我们国军 为中华民国牺牲奉献 维护国家生存发展 保护人民 继承这个事业的一个 伟大的一个事迹 来彰显中国民国一百年 在这个国务里战的 这个历史的一个过程 我有十几年没有在台湾开戏 就是本来为了建国百年 参与这样的一个戏 非常兴奋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 我是一个出生于军人世家 我们家是 除了我以外 陆海空勤四个军总都有人 我是做个闹军的 这次是一个最好的闹军行动 这个戏意义非常 在我左手边 这个吴宗天 他在戏中 他是演张志忠 在他的部队当中 有一个大刀队 我想很多人对这个大刀队 当年在抗战的这个 很多抗战史上 所立下的汉马功劳都非常清楚 那这个大刀从哪来的 我就在巨峰复野 制作这把大刀的一个民间人士 我的家族里面 我的孩子 媳妇 孙子孙女 全部都为国军去了 当然我最后也是 为国奉献 所以在这个 跟张志忠的结缘当中 我把所有这个部队里面 需要用的大刀 我奉送了 而且把自己对于刀的一些研究 也请郎享受 对整个大刀队 增强了战定 在和日本人 做肉搏尸杀的时候 起了很大的故意 我的角色就是演 这么一个民间的人士 所以这个军民 勇士们 我想大家首先不要误会 勇士们就一定是军人 其实全民应该都是勇士们 这是这部戏 最大的一个精神 是 祝贺 在这里 是 这部戏 因为主要是 我们该三个人 跟于此 人员 这部戏 一部戏 一部戏 二部戏